他拖着一条几百斤的鰻鱼回到庇护所 庇护所里挂满了他的战绩 他将鰻鱼去皮脱骨手法极其残忍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绝对不是为了泡妞或者找老婆 每天只吃半条鰻鱼肉 只为打败那个拉尿能淹死袋鼠的婆娘 时间来到第51天 场上还剩两名选手 今天是米克儿子弟生日 他在岸边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虽然是泥做的 但是足够有诚意 米克的心态非常好 虽然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但也没有表现出非常伤心 毕竟一百多万和一个生日比起来还是很重要的 米克虽然最近一直没有获取到食物 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离开这里 再来之前他增重了19斤 这些脂肪够他挨了30天 来这里他制造了法子 也制作了钓鱼竿 在丛林里布置了陷阱 但是并没有狩猎成功过 唯一幸运的是钓到了不少鰻鱼 米克一直都有非常努力的获取食物 但是运气就差了点 不像隔壁吉娜那样 出没撒尿都能抓到袋鼠 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 米克这边一直都是钓到鰻鱼 最近米克钓到了非常多的鰻鱼 庇护所里挂满了鰻鱼肉 这基本是10天的肉 现在米克每天吃半条鰻鱼 现在身体处于低消耗状态 他非常担心吃太多的话会加快新陈代谢 米克煎了一锅鰻鱼肉作为午餐 这肉吃起来真的太香了 吃饱后他满脑子都是还要待多久 他并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里 如果知道人数的话 他肯定会坚持到最后 时间来到第52天 吉娜一早上在唱歌 现在他的肉非常充足 完全不用浪费时间去狩猎 至于那晚为什么他出去拉尿能杀死袋鼠 我真的怀疑是节目组内定的道具 有了那个猎物 吉娜目前基本每天都是在他 只要不想家人 心态好一点的话 吉娜有90%可以获得冠军 现在他每天都是肉汤做早餐 虽然看着很恶心 但是这能维持生命 每天吃肉也不行 吉娜打算外出寻找一些绿色植物 他在庇护所周围寻找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条蛇 这条蛇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在这个时候 蛋白质越多就越好 吉娜没有带任何工具 他看着蛇的同时 一直想抓住这条蛇 但是紧几事想并没有行动 周围这么多石头和木头 他硬是想不到 等蛇走后他才离开这里 直到傍晚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走了很远的路 去一天都没找到青菜 他确定是去找吃的吗 此时天空又开始响雷 看样子是想下雨了 很快天空就下起了冰雹 风也变得越来越大 米克的庇护所被吹得通透 好在还没有完全入冬 就这庇护所要是下雪 会被冻成冰棍 米克的床头坍塌了 帐篷漏水把被子也弄湿了 可见他的处境是多么糟糕 时间来到第55天 最近已经连续下了三天雨 好在吉娜的庇护所里有火 也是所有选手中最好的庇护所 现在吉娜只能靠剩余的肉 来维持体能 他非常庆幸之前 搭建好了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现在连续下这么多天的雨都能安然无恙 吉娜前期一直在L 算是逆风翻盘的选手 吉娜打算再继续改造他的庇护所 多增加一个庇护 这样庇护所就会更加暖和 他用石头搭建起一个炉灶 但这时石头比较圆 搭建起来比较困难 吉娜在搭建的时候 连续失败几次 就这个石头炉子 都快把吉娜稿子毙了 时间来到第58天 米克这边出了一点小状况 他闻到庇护所里的鰻鱼肉有点味道 鰻鱼肉开始变得松软起来 或许是这几天下雨的原因 天气潮湿导致鰻鱼肉开始变质 之前他都不怎么舍得吃 现在他必须要尽快处理掉这鰻鱼肉 为什么他不制作成烟熏肉干呢 如果米克因此浪费这些肉的话 估计他赢的希望都没有 在第24天的时候 他制作过烟熏炉子 但是这一次获取到这么多肉 都没有炉子烟熏 真的太可惜了 米克直接炖了一大锅鰻鱼肉 今晚就吃个饱吧 他这一晚基本都在吃 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饱了 但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 时间来到第59天 目前吉娜和米克在极限拉扯 就靠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连续雨天让比赛增加了难度 他们必须躲在庇护所里 靠着剩余的食物支撑着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庇护所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吉娜一直在思考着得到这笔钱后 应该干点什么 好家伙 还没结束就想着钱怎么花了 现在吉娜的情绪还是比较好的 只要没有想家人的话 待多几天都不是问题 这雨天终于停了 米克庇护所里还有一条鰻鱼 他一分钟闻上百次鱼肉 就想确定臭还没臭 他切下一些变质的鰻鱼肉 但是他竟然拿去扔水粒 为什么就不拿去作为诱饵狩猎袋鼠呢 这个举动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傻逼 目前米克大概还有两天半的食物 时间来到第60天 现在水位非常低 钓鱼也越来越难了 米克打算减少体能消耗 每一餐只吃两块鰻鱼肉 这是他仅有的食物了 必须得慢慢品尝 在第61天的时候 这已经是米克最后一块鱼肉了 虽然已经吃得非常腻了 但这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吃完这块肉他将面临饥饿 锅盖都舔干净 铁锅的味道还可以煮水喝 半夜又下起了大雨 在第62天的凌晨 水位上涨了大概一米 这又给米克带来了希望 他继续尝试寻找诱饵钓鱼 米克在枯木头下不断翻找淤泥 但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诱饵 他非常想赢得这次的挑战 估计他现在是靠着意志力在坚持 时间来到第64天 这里几乎每天都下雨 今天是米克的46岁生日 什么都没有的事 happy birthday to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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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today good day for it I'm proud to be 46 I'm proud of what I've done I'm glad to be alive I've done some risky shit I'm glad to still be here I nearly lost my mom to cancer two and a half years ago and she pulled through it like an absolute trooper yeah and that's a real gift particularly when you got the mom I've got most parents shield their kids from risk a lot my mom allowed me to that I was very lucky that I didn't need anyone to tell me be careful expect the med check sometime today 雨停后吉娜迫不及待出来散步了 她现在只有一点点肉 而且身体也越来越瘦 加上现在狩猎难度非常大 她也不知道她还能待多久 转眼节目组的船又出现在这里 今天是给选手们检查身体的日子 医生来这里给米克检查身体 检查了血压情况 又检查了肺部呼吸 看着身体非常瘦 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 医生和节目组说米克的血压非常低 最终医生为了米克的身体安全着想 要求米克推出比赛 米克在这里展示了非常多的求生技能 比吉娜展示的要多 只不过吉娜在最关键的时候 她白捡了一头袋鼠 导致她撑到现在 米克完全赎在了运气上 如果吉娜没有狩猎到袋鼠 估计早就退出比赛了 米克的退出 这也意味着求生技能选手输给了运气选手 荒野独居最初的目的 只是想展示求生者用求生技能 在荒野生存最久的选手奖励金钱的 但现实结果并不是 目前技能已经成为了冠军 她只搭建了庇护所 其他并没有任何生存技能展示 时间来到第67天 医生来给吉娜检查身体 但并没有说检查结果 而是宣布吉娜挑战成功 成为这里生存最后一位选手 这是澳大利版荒野独居第一季 吉娜是荒野独居的第一位女冠军 在采访的时候 吉娜不敢相信 自己已经成为了冠军 这让她非常意外 好了本集已经结束 吉娜虽然是冠军 但我更喜欢能展示最多求生技能的冠军 接下来我将继续更新荒野独居英国版最新一季